她是贝多芬第三号交响曲原本赞颂的对象 曾被日本知名漫画家描绘毕生传记 以及电视剧和电影反复重拍的题材 更留下许多在旅程中可以造访的建筑与史迹 许多人将她视为英雄的代名词 但更多人认为她是个自大的暴君 她就是拿破仑 各位公友大家好 我是公头坚 相信大家已经知道 近期有一部关于拿破仑的传记电影 可能在你看到这支影片的时候已经上映了 虽然自己还没有机会看过 但由于导演说非常非常喜爱的雷历史考特 从他最早的成名作《Blade Runner》 营译杀手就成为他的粉丝到现在 无论是科幻 警匪 战争 神话 历史 生活等等题材 雷倒都有佳作 好啦 虽然有时候也很雷 但是仍无损于她在我心目中崇高的地位 而作为一个爱好历史的旅行者 对于拿破仑这个人物也有些自己的理解 因此这一集就让我们来聊一聊 必须强调 这并非拿破仑的生平介绍也不是电影导读 比较像是公头间的拿破仑回应 但无论如何对于想看这部电影的观众 应该有一点延伸阅读的意义 要分享的内容很多 就让我们开始吧 古典音乐并非我的强项 少年时期唯一认识的音乐家 那应该就是贝多芬 还记得当时买来的录音带 最早就是众所周知的田园交响曲和命运交响曲 然后就是传说中贝多芬 做来献给与他同时代的拿破仑之英雄交响曲了 这首交响曲又被称为第三号交响曲 或者意大利语 Symphonia Eloica 这个 Eloica就是英语的Heroic 也就是英雄 他也成为拿破仑的代名词 少年时期总是容易崇拜这类战功标柄的英雄人物 因而也就深刻烙印在心中 如果要用最简单的说法 拿破仑波拿巴或者波拿巴特 1769年出生在地中海的柯西加岛 是帝王之相的狮子座 先祖据说是来自佛罗伦斯的小贵族 以出生来说可以算是现今的意大利的热纳亚人 但是在他出生前一年 柯西加岛被卖给了法国 拿破仑19岁的时候发生了法国大革命 而后欧洲各国王室组成反法同盟 也给予这位喜爱阅读跟文学的炮兵少尉 目前被收藏在凡尔赛宫可以说是英雄化的第一步 而在长达一年多的意大利战役中 拿破仑占领了米兰公国 肢解威尼斯共和国 胁迫教皇国 征服整个北意大利 终结了许多独立邦国的历史 并与神圣罗马帝国来叫板 之后为了压制崛起的英国势力 又远征埃及 直抵金字塔跟人面诗身像 而热爱学问的拿破仑 还带了一百多名的学者同行 这期间发掘的罗塞塔石碑 以及相关的文物 甚至开启了埃及学的领域 而他的这些足迹 也都将在我未来的旅程当中遇见 回到法国之后 他又压制意义势力成为第一执政 颁布拿破仑法典进行许多改革 并且宣布大革命结束 这个时候他才35岁 也就是在这个时期 小他一岁的贝多芬 出自于对法国革命理想的敬佩 以及将其实现的拿破仑 胡写了这首英雄气概的交响曲 并提振为波拿巴 然而随着后来 拿破仑自封为法兰西的皇帝 成为帝制独裁者 贝多芬失望愤怒之余 就把波拿巴给挖掉 改名为英雄交响曲 为纪念一位英雄人物 这都是在西元1804年 距今大约220年前发生的事 究竟是什么样的思维和历史背景 让35岁的波拿巴第一执政官 自封为拿破仑一世皇帝 在这里我们就先不做深入的探讨 让我们回过头来看看一些书本和影音作品 是如何累积我对这个人物的理解 1972年有一位日本的女性漫画家 池田李黛子 开始创作连载一部基于史实背景改编的虚构漫画 《凡尔赛玫瑰》 叙述一位从小被当成男生培养的贵族少女奥斯卡 见证了整个法国大革命发生的过程 获得极大的成功跟轰动 也成为池田李黛子经典的代表作 后来台湾引进这部漫画 曾经命名为玉女英豪 同样风靡一时 或许人会说 公投怎么也看少女漫画啊 其实这个要归功于我的妹妹 非常喜爱并且收集了全套 当然令我感兴趣的并非宫廷情史等等浪漫情节 而是漫画中出现了许多真实历史的人物 包括路易十六的王后玛丽安东尼 雅各宾党的罗伯斯比等等 对于认识大革命的历史背景颇有帮助 奥斯卡也曾与一位长发的青年军官擦身而过 并且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便是拿破仑波纳巴 从这个伏笔就表示当时作者计划下一部作品 将以拿破仑为主角 但因为缺乏史料 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旅行 收集 准备 十多年之后的1986年才开始连载 并且直接命名为 台译为英雄交响曲 有别于凡尔赛玫瑰 是以虚构的人物为主角 英雄交响曲 则是完全基于史实的描写 池田并且将许多 关于拿破仑的经典画作的构图刻意重现于漫画之中 例如非常知名的大卫画作 跨越阿尔卑斯三的拿破仑 以及拿破仑加冕等等 而且也描绘了其他几位影响他生涯的政治人物 例如警政部长傅歇 外交大臣塔列朗 以及忠心耿耿的内衣元帅等等 必须承认 我正是因为这部英雄交响曲 而对拿破仑的一生有了较全面的理解 附带一提的 池田李戴子不仅因为翻而赛玫瑰名利双收 还获得法国政府以弘扬文化的贡献 受以最早由拿破仑设立的法国荣誉军团勋章 可谓是实至名归 而说到这里 就必须再提到一位拿破仑生涯中似乎无法忽视的人物 他的第一任妻子 约瑟芬 德伯阿尔内 约瑟芬出生于加勒比海的法国殖民地 据说是一位非常具有异国风情的美女 尽管相对年长 而且拥有许多情人 但是拿破仑还是对他一见钟情 死心塌地 后来还让他当上了法兰西第一帝国的皇后 这样的传奇爱情故事 当然是电视剧最喜欢的题材 1987年 美国拍摄三集电视剧 《拿破仑与约瑟芬》 也曾经在台湾播映过 早来有意大利血统的美国男星 亚曼·亚桑提主演 我认为是拿破仑的博尔人选 至于约瑟芬则是选用了英法混血 当时公认颇有性感风情的七零年代女神贾桂林贝西 对于现在的观众来说应该都很陌生了 不过在2002年法国影帝杰哈·德巴迪尔 自己担任制作人又重拍了四集的迷你影集《拿破仑》 饰演主角的法国演员是Christian Clavier 知名度虽然不是很高 但是饰演约瑟芬的则是英格利宝曼的女儿 本身也代表了90年代的风情 可见这个角色还真是女神莫属 杰哈·德巴迪尔自己饰演富歇 又请来约翰·马克维契饰演塔列郎 不可不畏是演员阵容坚强 而这一套目前在网上都还找得到DVD 我自己也收藏了一套 这些影视作品描述了拿破仑生平的重要事件 也都重现了他登基为皇帝 以及几场关键战役的场景 然而如果要说令我印象最深刻的 莫过于少年时期偶然从录影带中 看过一部名为《华铁卢战役》的老电影 后来有了网络我去查询 才知道竟然是1970年 由大制片家劳伦蒂斯出面 找来意大利跟苏联合资 并且在乌克兰拍摄 启用美国传奇演员奥森维尔斯 饰演路易十八 性格演员洛史泰格演拿破仑 前年刚过世的克里斯多夫·普拉玛 则是饰演英国的威灵顿公爵 各位都知道 在这种没有电脑动画时代拍摄的大片 那可都是千军万马 真金白银的实地操演 规模直逼战争与和平 而这几位老演员的演技 更是令我心悦臣服 但这电影当年据说惨培 我也是到后来才从国外的网站买到DVD 但仍是要感谢YouTube 现在各位仍能看到滑铁炉战衣的片段 甚至完整的全片 或者就能够体会当年我看到时的震撼吧 唉 以前那么辛苦走DVD是为什么 或许细心的观众也注意到 前一段提到跟拿破仑相关的影视作品 其实也快速地交代了他后半生的经历 从35岁登基为皇帝到42岁 可以说是法兰西第一帝国鼎盛的时期 然而在他43岁征讨俄国失败之后就走下坡 并且被第六次反法同盟所击败 而被流放到靠近意大利的二二八岛 但是不到一年他又遣回法国 重整军队意图东山再起 却又在滑铁炉被以英国威灵顿公爵为首的反法盟军所击败 再度流放到更远的圣海伦纳或者圣赫勒纳岛 这一次拿破仑再也没有离开岛上 直到1821年过世享年51岁 到了1840年在法国民众的期盼之下 他的遗体被运回巴黎 经过他所见但从未亲眼见到完工的凯旋门 而最后安置在同样是由他所设立的荣军院工人来评调 说到这里呢就要进入到跟拿破仑有关的旅行回忆 早在1991年我初次到法国自助旅行 由于少年的时期英雄交响曲跟凡尔赛玫瑰的熏陶 当然就要来追寻相关的时机跟景点 首先乘坐RER西线前往位于郊外的凡尔赛宫 体会路易十六跟皇后的奢华生活场景 接着回到市区走访大革命爆发地点的巴士底广场 在乘坐塞纳河游船的时候 航过玛丽安东尼王后最后被幽禁于西提岛上的古监狱 以及曾经树立着断头台的协和广场 再进入通称为罗浮宫的罗浮博物馆 这里有完整的关于拿破仑生平重要阶段的诸多知名画像跟雕像 特别是画家大卫名作巨幅的拿破仑佳眠 令人仿佛置身于典礼之中 而位于新型广场上的凯旋门 原本是拿破仑为了纪念打败俄澳联军而兴建 但随着他失败被流放速度停工 最终花了三十年才完成 他自己生前始终未曾见到 我几乎每次来巴黎都会到凯旋门 也曾经遇过几次法国国庆的纪念 仿佛也成了自己的一种仪式感 当然早在三十二年前初次到访 就去荣军院访试了拿破仑的临寝 在后来的领队职业中 阅读收集解说资料的时候 更是随处可见跟他相关的意识 例如提到意大利米兰的服装工业 是源自拿破仑占领时期 为了军服跟配饰打下的基础 来到威尼斯的圣马可广场 曾被他称为欧洲最美的客厅 而又因为担心间谍渗透而禁止了面具加年华 更不用说到了埃及金字塔跟人面诗声像 遥想他曾远征至此的心情 而令我惊喜的则是在南法的山城西斯特宏参观的时候 意外得知这里是属于拿破仑 由二尔巴岛回到巴黎时途经之地 法国人甚至还规划了一条拿破仑之路 同样也去过的安提布、格拉斯都列名其中 虽然还没有机会造访位于比利时的滑铁卢古战场 但是在今年在伦敦路过打败拿破仑的威灵顿公爵的铜像以及拱门 还是有一种见到老朋友的感受 不厌其烦地说 这就是历史旅行者心中的快乐吧 最后我还要私心推荐大家一本老书 地球遗上的纸痕 拿破仑在圣赫勒纳岛 作者高夫曼是法国知名的记者跟作家 曾经在采访的时候被俘虏 度过了三年黑暗的监禁生涯 而他后来追踪拿破仑当年的足迹 跑遍大半个地球 并到圣赫勒纳岛亲身体验 感受相关地方的氛围 完成了这本交叠人生情境的著作 虽然已经绝版了 但是仍然可以找到二首书 很值得阅读 正如一开始提到的 由于还没有看过最新的拿破仑电影 不知道雷利·史考特将会用什么样的观点 或者角度去呈现他的一生 但就我自己而言 从少年时期对英雄的憧憬 到旅行过程中诸多时机的见证 以及阅读跟成长之后 对人性更多的理解 有人认为拿破仑背叛了法国大革命 有人认为他只是个穷兵独武的军法 也有人认为他过度膨胀自我 导致欧洲生灵涂炭 而我自己也早已从对英雄的崇拜 转而推崇对于知识的启蒙 以及人类的生活的改善 有所贡献的思想家 法国大革命的议题之复杂 远远超过本集可以讲解的 但其实纵观古惊 即使在当下 我们身旁也还可以看到 满口远大报复跟仁义道德 最终却轻易背叛最初理想的公众人物 怎能不从历史中去吸取教训呢 好的 以上就是本集的内容 最后邀请大家加入频道会员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公投间观点的历史时事跟旅游话题 我们下次见